中国民众在湖南天桥刮起抗议不条 标语不仅高呼要平等要自由要尊严要改革等 一旁也大声循环广播反习口号等相关诉求 宛如重言引发白纸运动的四同桥抗议事件 影片布关后随即引发网友关注 除了佩服这名抗议者的勇气也有人认为 中国近年来经济崩盘凭传天灾人祸 反抗者恐怕只会越来越多 有人认为中国民众敢怒不敢言 借由这种行动宣泄在中共独裁统治下压抑已久的名义 美国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认为 中国民众生活陷入困境 再加上中共高压统治让人民非常不信任政府的领导方式 前北京律师赖剑平静布指出 中国人民不惜冒险抗争 显示中国社会危机已经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事实上2022年10月 北京爆发的四通桥事件 民众高挂不调抗议政府 抗议者彭丽发被捕后下落不明 此次湖南事件抗议者身份目前仍为曝光 全养了 整个都养了 就在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之际 中国各地接连出现致灾及暴雨 湖南当地也传出村民集结抗议人为因素导致决体 洪水淹没村庄损失惨重要求赔偿 民众揭露官方治水态度轻率走过场 直言人祸比天灾更可怕 接下来真诚地报道 接下来真诚地报道